你好,我是凶农人 中国豪华游轮上海首航 看看中国精英富人的德性 比非洲动物园还乱 我们知道中国呢 这些年龄承包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造船业务 因为造船呢 是一个污染严重的劳力密集型产业 很多西方国家你都没办法造船 因为环保费用太高 日本甚至韩国现在造船都困难 所以说呢 大部分业务都赚到中国了 这也使得中国呢 有机会来制造豪华游轮 于是呢 最近上海呢 有一个豪华游轮这个出航了 这个我们知道豪华游轮上的费用很高的 你比如我住在纽约 一直想到乘坐纽约的豪华游轮 来个加勒比海八日游 或者这个北极这个七日游 但是我一算算这个价钱呢 实在是太贵了 因为豪华游轮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最起码一趟旅行下来得几千美元 则算成人民币呢 就是几万块钱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困难 能够掏几万块钱去到海上 乘坐豪华游轮玩几天的 绝对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 都是中国的富人阶层 所以呢 这一次呢 中国上海首行的豪华游轮上都是代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富人们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德行 据这个参加这场游轮的很多网友哭诉 说是短短几天啊 证实了他们 这帮人呢 比非洲动物 野生动物还要差劲 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 他们亲眼目睹了十几起干架 还都是经常干群架 而且呢 大家呢 是从上船骂到下船 说每天吃饭呢 因为他是自助餐全靠抢 你不抢的话 你根本吃不饱 最后弄得全部都抢 几千人都在那分抢 而且呢 这个饭点呢 稍微错分 就是比如说 上午十一点半开饭 你过个二十分钟去 你到自助餐厅一看 全部抢光光 你什么都吃不上 只能饿肚子 而且呢 你要是如果既不会抢饭吃 又不会打架的老师人呢 那你就只有挨饿 有的饿得头饮眼花 天天靠吃饼干 来那个填肚子 这些人呢 就发誓这辈子 不会再做了 当然这样的中国人呢 不多 一百个里面 有个两三个老师人 其他人呢 都是拼命去抢 都在计算的饭点 一道时间 都去证券控后啊 他说呢 这个 工作人员呢 经常是被骂得 狗血喷头 说这个 所有人呢 那几天的航行呢 都如同一场噩梦 说这个 打从上船开始 那个情景呢 就像北京 早高峰的地铁站 就像日本 那个高峰时期的地铁站 工作人员 是生死历劫的高喊啊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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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呢 日本人只是挤 不伤害别人 但中国人挤的时候呢 都是互相呢 这个伤害 所以说呢 这个 人们呢 是人民群众呢 大呼小叫 是疯疯狂急啊 害怕这个船 马上就开走了 他们上不了船 其实你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那个登船 停留几个钟头 你别说几千人 几万人上船 也有足够的时间啊 但是呢 中国人总是这样 拼命的抢 这是几千年的 这个 形成的 这种性格 甚至是已经达到基因的程度 而到了下船的时候呢 说这些富人们都拼命的逃离船舱 又是异常疯狂啊 好像害怕这个船 等会就要走了 就不让他们下船了 而且呢 各个咬牙切齿 因为旅途中呢 互相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彼此都恨不得杀死对方 那个下船的人呢 心里面都想 哎呀 如果下船之后 这个船马上就沉掉就好了 那几千人全部给我淹死 那样才痛快才能结我心头之恨 所以呢 在下船之际呢 又发生了索起 扭打推伤事件 很多看客呢 都心有余悸啊 说下船差点被踩死 这就是中国人 全世界如此哄抢的 也只有中国人 因为印度人 沙特阿拉伯人 或者这个埃及人 虽然也有哄抢 也有踩踏 但是呢 他的严重程度呢 大概只比得上 中国人的十分之一 这是据我几十年的观察 说这个游轮上的 豪华游轮上的 主餐厅呢 不给插队 那个有人管理 一个妇人大麻 马上就弄一盆水 去泼在阻拦者头上 还有泼牛奶在人群头上的 反正呢 都是耍我赖 看谁凶痕 谁就能插队 谁就能吃上东西 否则的话 你就得挨饿 一帮旅行团的人 冲上来就准备干架 所以否则的话呢 你根本就抢不到吃的 尽管那个餐厅管理人员 一再的嚎叫 说不用急 不用急 大家都能进餐厅 都有饭吃 但是中国的经营富人呢 哪管 不管三期二十一 纷纷都挤进去 他们甚至冲破了 三十道防线 挤进了 根本没有食物 还没有开放的大厅 因为他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食物啊 见门就往里挤啊 就往里冲啊 同志们 上啊 中国富人们拼命的抢这些食物呢 其实呢 他们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 很多人都是抢了又不吃 主要是怕吃亏 所以就拼命的抢 什么面包呀 鸡蛋呀 到处都扔 公用的牛奶 甚至连大瓶 一大瓶 几公斤 端了就跑 宁可倒掉扔掉 也不给别人喝 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 这个善良 真诚 友爱 种种品质 所以很多人就揭露了 你别看这些中国富人精英 他们在家里一碗剩菜都热了又热 能连吃两天啊 但是上了游轮呢 就拼命挥霍 因为挥霍的是别人的钱啊 就像中国的贪官也拼命挥霍 因为反正的是别人的钱 他们就描绘这个自助餐厅 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那些 你别看那些老年人吃不了多少 但是他们总是拿上五倍十倍的食物 就导致后面的人呢 就拿不到食物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占有食物 然后呢扔掉 然后让你其他人吃不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充满了仇恨呢 所以说呢 这个情景呢 其实呢 就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前途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再情景 因为中国呢 你看中国有24史就不要知道24个朝代 中国24个朝代大部分都要发生 这个互相的这个砍杀 就是邻居跟邻居之间砍 村庄与村庄之间互相大杀 一个村庄就把另一个村庄的人杀光啊 一个乡的人把另一个乡的人杀光啊 一个县一个省的人 那么人们都是互相抢啊 斗啊 抢天地 抢女人啊 抢钱啊 反正呢 就是互相杀 互相抢 这个是在中国已经有几十个轮回了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深深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性格 中华民族的专通魅德 因为中国人呢 总是害怕吃亏 所以就要抢抢抢 抢抢抢抢 什么都要抢 面包也要抢 哪怕不吃 牛奶也要抢 鸡蛋也要抢 哪怕小青菜都要抢 抢来以后呢 吃一口其余的就扔掉 那也要抢抢抢 自主餐厅被抢到了 一根薯条都不剩 都不剩 主餐厅的现场呢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而且呢 大妈为了抢呢 就是往人群当中泼水浇牛奶 还有几个大妈冲上去 就打群架掀桌子 而且呢 人们指出呢 这个船上呢 百分之七十八十呢 都是戴着各种旅行团帽子的老年人 也就是说呢 很多都是单位的大妈 比如说浙江省政府的 上海市普陀区政府的 组织的这个老干部 这些老干部呢 战斗力惊人 普通年轻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因为他们一生都在与人征战啊 所以呢 中国的未来呢 肯定就是一片惨烈的战场 你别看现在索马里内战打了五十年 叙利亚内战打了七年 也门内战呢 前前后后也打了六十年 阿富汗内战呢 已经打了三十年 他们造成的死伤呢 将来你会计算一下 你会发现呢 都比不上中国人内战惨烈的程度 因为中国人呢 内战打起来呢 可能会导致现在十四亿当中 至少一半 七亿人被杀死 被饿死 病死 或者被折磨死 所以说呢 你就从中国这个大爷的战斗力 就能看出来都是很惊人的 到时候你一不留神 就被邻居大爷一斧头就给剁倒了 邻居大妈呢 甚至挥舞菜刀 凶猛地冲上来 就把你砍倒了 所以呢 我劝中国人都要在家里 把刀子磨亮 多准备几把刀子斧头 到时候呢 至少能够多活几天 哪怕多活几个钟头 也算是赚了 对不对 就像抢食物一样 不抢 白不抢 抢了也白抢 为什么不去抢 嫩 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就是这样几千年来形成的 就是抢抢抢 好几个年轻乘客 总结着船上生存经验 就是什么呢 白天要尽量待在房间里 别出去 因为这些年轻人 肯定是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感染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最痛恨拥挤 上个公共汽车就三五个人都拼命往上挤 挤七八个人 那更是挤得热火朝天 挤个什么劲啊 我的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那还像人们 你非洲动物也没有这么拥挤的 我看非洲那个狼啊 虎啊 豹啊 吃东西也没有这么拥挤的 对不对 那非洲的猴子吃东西 每人就拿一块这个一个香蕉就走了 哪里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强 拿七八个十来个香蕉的 对不对 哎呀 中国人真的 这是中国的富人啊 中国的精英啊 几千年来呢 应该说这帮人呢 都还是中国吃得最好的 穿得最好的 玩得最好的 最有社会地位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德行 呃 这个年轻人说呢 呃 白天呢 要待在房间里不敢出去 你出去呢 就惹麻烦 因为到处都是大妈在跳舞 或者大爷们在摆队 在在排队 在搞什么名堂 呃 餐厅呢 就是免费餐 不要去吃 因为呢 都是老大爷老干部们的天下 呃 拍照呢 要等到深夜 这些老干部们睡着了 再出来 嗯 而且呢 据说这些中国的老人老干部 这些中国的富人精英呢 还自带喇叭音响 在呃 这个轮船的各种各样的场合呀 摆开跳广场舞或者大合唱 呃 歌唱这个什么共产党怎么伟大 呃 简直呢 就像一群非洲的原始动物 甚至更野蛮更糟糕 嗯 不过呢 在这个大量发言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网友呢 就介绍经验 说坐游轮千万去国外坐 他说这个千万不要跟中国的老干部 中国的富豪在一起坐这个游轮 因为中国富人呢 太可怕了 抢吃抢喝 没完没了的打架 这个抢吃的镜头呢 就像几百倍子没吃过饱饭啊 几百倍子是多少年呢 我们算一算 一个人平均一代人 这个二十年的话 三十年的话 一百代 就是两千年 也就是说呢 在这帮人看来呢 中国人可能有上万年都没吃饱肚子了 什么都抢啊 什么西瓜也抢 水果也抢 哎呀 有的人呢 吃不了 能抢好几盘 说儿童区的孩子甚至也抢 大人也上去帮着抢 说这个游轮上有时候碰到 也有好多外国人 看到中国的这个大爷大妈 老干部中国人民纷纷拼抢呢 都吓得捂着鼻子不敢去吃东西 所以说呢 他说呢 为什么老外走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被中国人的这种抢夺精神给吓坏了 他们觉得这个一旦中国面临危机呢 什么食物都会被中国人抢光的 他们连喝一口水恐怕都冷不上 所以呢 纷纷外国人都是纷纷逃出中国 所以呢 这个网友就总结呢 他说他每次想坐游轮的时候呢 就直接坐飞机 先订飞机到国外 因为呢 他这个有这个 这些中国人看来还是有点钱的 他们说呢 全世界的游轮上 除了中国人就根本就没有 抢吃抢喝的 说老外去吃东西呢 就是能吃多少就 就拿多少 根本就没人浪费 只有中国人拼命抢拼命吃拼命浪费 他说呢 这个这个网友呢 就最后呢 警告千万不要去中国人多的地方 他说呢 就是在国外 你也不要去中国人的地方 你不要乘坐从中国人 中国城里面 或者唐人街里出发的旅游团 否则中国人还是去抢 抢抢抢抢抢抢抢 中国人就爱抢 什么都抢 还有一个网友呢 说他疫情前做过两次 国内出发的日韩航程 那一路上也是这个 发现中国的大爷大妈 老干部战斗力无敌 疫情后呢 他专门到美国出发 坐船三次 到加勒比海航线呢 发现外国人 根本就没人抢的 而中国人呢 自助餐厅里 只要有一点好的食材 端上来几秒钟 就被几个中国人抢光 后面的人呢 只能破口大骂 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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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来新的食物 大家都上去抢 而桌子上大量没成完的食物呢 最后呢只能被丢掉 甚至连自助茶的糖包 茶包都被抢空 结果工作人员工作量大增 邮轮公司成本加大 所以价格越来越贵 他们都认为 你要是坐邮轮 千万别跟中国人坐在一起 因为中国人就是恐怖的象征 强强强强强强强 中国人热爱抢